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找到內地的專家 梁先生 大家好 你是研究內地而已 你不是內地 我研究內地 之前特朗普消失於空氣當中 因為之前他搞過貿易戰 其實中國和他的角力都相當吃力 接下來好像說 有新一輪的中美貿易戰 沒錯 事緣就是這樣 今天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他是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他是什麼人 華裔就是台灣人 華裔 我稱之為華裔 台灣人就是華裔 華裔是華裔 這位戴琪是美國貿易代表 接下來就會公佈了 對中國的貿易戰略 會怎樣呢 大琪 握大琪 是的 他擔大琪 他竟然作為一個黃種人 去搞中國 是不是搞中國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究竟拜登政府 接下來對美中貿易 或者中美貿易的關係 會怎樣呢 會不會繼續延續下去呢 因為本身呢 我們就看之前 我們所說的 Donald Trump 特朗普 對中國的進口 徵收成過千億的 美金的關稅 你不如去搶 好過去搶 其實 而拜登 這個政府上場之後 都沒有改變任何 暫時 之前一直沿用他這個策略 繼續去對付中國 是 但是 現在 拜登 都還沒有說 你會不會改變方針 你還在走上屆政府的套路 我經常覺得 中美 特朗普通過了 去不知哪裏之後 是朋友的 是嗎 我看媒體的感覺就像 朋友嗎 不朋友嗎 朋友嗎 不知道 表面是朋友 也可能是不朋友的 是嗎 你知道 Donald Trump 和北韓 阿根正恩也是朋友 對嗎 都是說是朋友 大家都是朋友 他每個人都朋友 其實 今天一會兒 預計 是否今天 10月4日的下午 應該有話說 是 究竟 他們的對華政策 究竟 迷上的政策 我們會知道 但是 我們說回之前 2019年 Donald Trump 第一階段 他會分很多階段 是 這個美中貿易戰 就說要買很多東西 經常都是 屈中國 不知道是不是屈中國 或者 你中國人 你買很多東西 或者我們跟你中國買很多東西 不行 你就賺光我 我賺不夠你 那就要 可能搞貿易易差 你就要跟我買多些東西 我這樣想 他現在還搞貿易戰 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有兩大的憂患 一來限電 工廠慘 就說要反嘟 另外又說 馬仔又不聽話 又唱反調又內鬥 還弄到內憂外患 其實也是 你想想 之前說到碳排放 碳中和 習大大在聯合國上面 又答應別人做這些事情 誰不知 搞到 又民不聊生 又說 又不夠電 工廠搞不定 動死人 又燒死人 沒有做工業 最嚴重的是 中國 現在國內市場 最強勁的是工業 有多少代工 或者有多少外資的工廠 設置在中國境內 我覺得現在說到這裡 我自己有一點看法 就是 會不會說 減了這個工業 就等他 你去曼加拉 我們中國的人民強 我們不搞這些事情 他想可能改變工人階層 是不是 我猜而已 不知道 因為始終整件事 你現在 好像你中國這樣 你之前就是 本身很便宜 廉價勞工 對 人家一百元 我又收你一元 你不能共同富裕 是的 但問題是 現在可能你見到 爆煲了 很多 恆大地產爆煲 陸陸陸陸陸陸的問題出現 然後現在 之前 當中心真是 炸到中國 暈倒 他不停 弄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給你 現在換了他 換了人 上場之後 但是打算 有一片新景象 有一片新景象 拜登上場之後 誰不知 他繼續走著舊方 你見到拜登 又不說話 很少出來 他說話又說錯話 對 說話又說錯話 同時 感覺上 好像有人說 有人說 很親中國 跟中國好朋友的姿勢 但同時又在走 特朗普的計劃 究竟是怎樣 這個人 是笑臉虎來的 我懷疑他有些古靈精怪 他懂事 扮傻 對 扮傻 這招 去到今天 這個中美貿易 再新一輪的review 究竟是怎樣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說回之前 這個中美貿易 真端就是 川普在2018年的時候 就說中國盜竊 美國的知識財產 和商業秘密 這是最流行的 等同之前的華為公主 類似那些 有這些 就是類似那些 超不怕舊 對 最重要是受 就是 油屈 老屈 然後根據這個貿易法 301條 要求美國代表 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清手水 關稅 是 其實感覺上有點像 感覺上像 當年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 在英國的時候 因為重商 有很多商人 發覺 中國 有很多美好的茶葉 瓷器等等 英國人 跟他買很多 但同時間 中國人 或者中國 地大脈搏資源豐富 那時候 對外國人沒有興趣 你買個鐘標也不會 對 一隻半隻 所有很多東西 外國 都有 同時間中國都有 甚至中國 做得還要好 當時清朝 當時清朝 所以 換句話說 英國人不停 跟中國賣 沒有人跟 英國買東西 就買了些鴉片過來 貿易逆差 就是這個問題 是 我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 為什麼會有鴉片 就是 我有什麼辦法 令到 中國人可以 有興趣 跟我買一些東西 那 大家的貿易平衡 慘了 現在想想一下鴉片 會不會就是那部Apple 又是要你躺在那裡 打橫 招手機 原來是讀蘋果 嚴重 所以 換句話說 就形成了那時候這個環境 現在 也有一點 當然 中間又涉獵到 美國人 又說 你偷知識 技術 轉移技術 去中國等等 你明買明買沒有問題 如果他說你偷 都是屈你 屈不屈我就真的不知道 其實很多都會屈的 大家都 鬥屈 其實大家都是屈的 對你有什麼 你怎麼說 覺得你有問題 說你有問題 又是那些 說盲人是看國家機密 總之給你一條東西 很麻煩 所以他那時候 為了搞這個貿易 這個貿易戰 所以 美國就對 要 逼中國 逼中國 買那些 大豆 是 因為他沒有辦法 你 是基因大豆 吃到大波波 是啊 中美 其實在2018年5月 暫停這個貿易戰的共識 你又要屈我 又要收關稅 我又要收你關稅 其實它影響很大 尤其是對 國內的廠商 廠商 廣商都有 廣商都有 你逢是 在外 中國 因為你中國 香港 你買東西去美國 也好 美國東西入口去中國也好 全部加了關稅的時候 成本就上漲 是 那時候大家都很頭痛 其實我想說 美國的稅 是很難稅格 為什麼這樣說呢 都要說 我相信YouTube不會聽我這段 我都被人收美國稅 是嗎 當然 美國境內的人民30% 是 為什麼會牽涉到美金的關係 還是什麼 不是 可能他沒有錢 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大家都一窮起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現在罰我 這樣 因為我是中國香港 我罰你 我罰你 總之 那些國家窮 就不停找市民開刀 找些位置 找些位置開刀 無論你是小市民 也好 大商家也好 中美雙方 一度在5月2018年 暫停這個貿易戰的共識 是 打算去聯合 並且發這個聯合聲明 尋求和解 但是 其後 美國貿易代表 之後 6月 公布新一批針對 500億中國書美商品的 徵稅清單 原先收你10% 加到25% 然後 你搞我 中國就還拖 反傾銷銷售稅調查 特朗普當時 狂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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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輸入 美國的貨品 徵稅 中國又不停連環 來了 所以 換句話說 中國 那時候 真的 頭都大賣 我想問一下 那時候 你覺得誰贏誰輸 在那一場 誰贏誰輸 其實 我覺得是美國贏的 美國贏的 美國贏的 利潤這麽高 為什麽人在中國上的利潤這麽高 就是 他本身 他本身 人工低 價連物美 即是 競爭問題 你和國家 你越南 你和印尼 等等 你周邊日本 日本 為什麽我不去日本設廠 不可能 你為什麽不去香港設廠 為什麽不可能 你都傻 你問我 本身 中國有很多補貼 對國企的補貼 中國政府 有時候他們覺得 你打毛波 你成本10元 然後 你屬於國企 我國家 每個月支持你5元 那你便可以 你便很划算 但如果你和外資比較 外資是沒有的 你不停還要在那補貨 又不同稅 可能要交不同的費用 那我便成本提升 不停提升 你國企那些很便宜 人工又便宜 什麽都便宜 我輸 然後你就賣去我美國 那你就賺到準 你便宜了 你便宜了 所以人來美國 美國那邊 甚至尤其是美國 因為你都知道很多東西 Made in China 尤其是玩具 那些塑膠玩具 什麽都Made in China 是啊 什麽都Made in China 真的全世界都Made in China 你都不知道嗎 日本那些衣服 就說日本仔的衣服 日本那些衣服 嘩 九成都是Made in China 還有 在土耳其 製造波斯地毯 原來淘寶有在賣 原來那些土耳其人 原來淘寶有在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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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是 全世界的東西都在淘寶找到 是啊 所以我們可以想 中國某程度上 這個世界是大工場 基本上想得到 或者在世界各地看得到的東西 都是他做的 都是他做的 這樣說 我知道很多人是抵制淘寶 但我想說 你抵制淘寶 你都沒有在香港被騙的 這個是我親身經歷 我那天走上街 去玩具店 看到有一個高達的 我遲些有的 那個背囊 就是高達的盾 那隻盾 這麼有型 你知道在那裏賣多少錢 多少錢 四五百元 四五百元 就有日本的 我立刻看淘寶 賣四十五元 人仔 四十五元 人仔 暴利 真的暴利 這件事真的是 香港所有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 但你就說 我們抵制淘寶 那你不是這樣 這樣被人騙 認真一句 你說這些 香港也有不少這些大陸 Made in China 的貨 尤其是在淘寶 而有很多商人拿來捕你 對 我看到露營 很多露營 早前很流行露營 那些全部都是淘寶 對 那你還要 我同樣地 就像你所說的 我十元買到的 在淘寶 頂過去的費 四五十元 然後下來 香港就這樣 隨便去一間店鋪 變了四五十元 還要裝美 最好笑的是 那些人說 你支持香港人創業 不是的 問題是你這樣 令到人養住那些 舖租的地產商 你這樣被人騙 你是愚蠢 沒錯 其實整件事不合適 重要的 你用你的時間來賺錢 然後辛辛苦苦的時間去賺錢 然後就被人騙錢 我覺得真的很愚蠢 所以 大家都在香港 你自己感受到 你明明是淘寶貨 大手拿下來 還要很便宜 現在轉過頭 你就設定天價給我去賣 你不是賺到少 又是賺到盡 但我是不買的 我想說我沒有脈肉 就是這樣說 其實反過來 美國那邊都頭痛 因為 他會覺得中國 當然 需求量很大 尤其是食物 大豆 有人說中國很需要這些 但能源 早一陣子大家都知道 能源的問題 同時間依舊很多外資工廠 繼續在國內 繼續幫忙去做生意 令到這個問題 其實一直都沒有怎樣去改 扭得轉 扭得轉 因為始終原先的價錢問題 成本問題 真的太便宜了 沒有地方可以做到中國 難聽說 有些地方有環保問題 工廠不可以說到排污問題 全部都要打你稅 收你錢 空氣的污染問題 什麼時候可以開工 什麼時候不可以開工 外國是完全有很多這些制肘 在國內 相對比較放寬 所以令到本身外資也好 本地國企的企業也好 賺的錢 令到對外很多 所以我們 淘寶根就是夢工牆 夢工牆 你賺的東西全全都找得到 真的什麼都有 那些什麼波斯中東根 地毯 我前陣子都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無法猜到什麼都有 難聽說的 Facebook那些 什麼網絡店 做得漂亮一漂亮的 手機殼 錶帶 那樣那樣 哇 它快到 那裡你看到淘寶就已經有 我們不明白 香港人要被人騙沒辦法 譬如在Facebook看到 恩子丹同款殺破狼皮 大幅在弄 什麼房皮 什麼幾千幾百元 你就打回那隻 又或者拿一個圖 放上圖 根本便便宜幾倍 對不對 都是網購 同樣是網購 我不是說叫你支持什麼 支持什麼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世界是這樣的運作 不只是香港大陸 大陸一個大工場 全世界的東西好像在那裡出來 這樣而已 那件事情 所以當然 你說到這一刻 中美雙方 都在想一個辦法 去磨合 大家怎樣 可以拿中庸之道 令到工商教也好 教育教也好 民間也好 他不賺也不行 這些錢 其實 認真一句 在特朗普時期 你不斷搞 搞中國 是領大了的 是領大了的 同時間在美國那邊 都覺得 你不要玩到那麼盡 我吃屎 真的會搞到 等一下說到又說 互相禁飛單 麻煩吧 即是禁不禁飛單 我先不說 大家搞到 本身從商業的角度來說 不要搞你還是不夠電 是啊 真的不要玩 那時候 大家已經 打算賺多兩個錢 經濟不是特別好 那時候 兩邊還在玩這些 一個就說 要玩斷糧斷水斷電 那邊又說 我要不斷幫你關稅 不斷搞你 即是怎樣 大家想 攬炒 加速師不要 不要搞這些 地球遲早都玩完了 何必呢 其實美國又覺得 你中國打毛球 國企民 這個國家支持 你吃到盡 我贊到盡 你也贊到盡 我們美方那邊吃屎 吃屎吃大塊 不行 所以 他現在不停在想辦法 究竟你不斷罰中國也沒有用 你不斷逼我吃黃豆也沒有用 人是請公子吃黃豆也不行 那不如看看他接下來有什麼 勁秋的事情 究竟是求和 還是求打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求和多的 是嗎 保持一個和諧的 難說難說 老蕭怎麼說 老蕭 我不知道 我希望老蕭不是說和諧 大家明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 下次再聊 拜拜 謝謝